到了这个秋冬季节 湖南这边吃辣味是非常的兴盛的 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这个豆豉辣椒 蒸辣鸡 不是辣鸡 这个辣鸡 然后今天这道菜 我给它搭配了一点这个湖南的白辣椒 提前把它用温水泡发 这个放在下面垫底 蒸出来会非常的好吃 然后在湖南这边 不管是做这个什么辣味 因为它的一个放盐腌制 这一环节它是放盐放的非常多的 所以说我们在后面一个烹饪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盐分提前把它处理到位 所以说我们不管是做什么辣味 提前把这个砍好的辣味 放在这个30%的浓度的温盐水里面 浸泡两个小时左右 这样我们这个辣味就会随之变淡一点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 其实这是运用到了一个化学的原理 就是我们同分子结构的溶液中 当细胞中的辣离子 溶度大于外界的盐水溶度时 然而高浓度的辣盐就会渗入到低浓度的盐水中 从而是这个腊鱼腊肉腊鸡腊鸭等所有的腊味都会变淡 从而就会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以至于我们在后面烹饪的时候可以在有一个调味的空间 如果我们是这个腊味特别的咸的话 我们后面任何的调味品都放不了了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做菜小技巧 然后今天这个菜搭配了一点这个干红辣椒粉 非常香 但是不是很辣的 以及这个泡发的豆子 下面我们就开始操作 虽然说我们用这个温盐水浸泡了 但是它的一个盐分还是会非常的重 我们还是把它焯一下水 我们在焯水的时候尽量把它煮久一点 倒出来把它清洗一下 然后我们把这个白辣椒放进锅里 不需要放油 把它干炒一下 把它舀出来先放到这个碗下面垫底 接着把火蒙火烧至冒烟放油 倒出来 然后锅里重新放入一点点菜籽油 我们把这个过好水的鸡放下去 爆一下 让这个鸡肉它的一个肉质收缩一下 这样它吃起来口感就会更好 如果大家嫌麻烦的话 这一步也可以省力 如果我们要放在锅里爆的话 尽量把这个鸡肉把它爆至表皮微微发黄 现在香味已经出来了 接着我们来少许的高度白酒 然后把它舀在这个白辣椒上面 下面我们来调味 盐 可以忽略不计 来几颗味精 来几个鸡精 不需要太多 干红椒粉 以及这个提前泡发的豆豉 来点这个82年的酱油水 以及蒸菜的灵魂 香里茶油 接着我们放个高压锅 上气压15分钟 如果放在蒸锅的话 我们要蒸35分钟 我们在吃任何的蒸菜之前 一定要把这个上下翻动一下 尤其是荤素搭配的菜 我们一定要把它拌均匀 这样我们这个葷菜里面 有素菜的清香味 素菜里面有这个肉香味 哇 你看这个油脂拌饭 都可以干三碗饭 哪个要吃我顺风包油 顺便还是简单的试一下 亮晒 非常的下饭 其实在湖南的一个 牛羊蒸菜里面 什么食材都可以蒸 只要是能够蒸熟的 我们都给放这个豆豉辣椒 或者剁辣椒去蒸 但是关键在于 我们对这个食材的一个初步处理 在湖南的蒸菜里面 蒸腊味的食材 我们这个腊味 一定要把这个盐分 把它处理到位 这是今天这道菜 第一个关键点 第二个 就是蒸菜的一个油脂 油脂重合而来 就是我们这个茶油 放下去了 然后和下面的一个酱油水 经过这个蒸汽 它的一个慢慢的蒸 蒸汽往这个菜上面 慢慢往下流 最后出来的时候 就会产生这个油脂 油脂甚至比这个肉 都要受欢迎 最后大家如果喜欢 今天这道豆豉辣椒蒸辣鸡的 家里有条件背景的 可以尝试去做一下 同时现在就更多香菜的 欢迎关注香菜要来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